新北市板橋某一間幼兒園 上個星期爆發群聚隔染事件後 昨天晚上傳出又新增了一位相關的確診個案 新北市衛生局在昨天晚上也證實了這項消息 根據了解這個確診者被匡列隔離到13號 接到解隔離通知之後 昨天因為喉嚨不舒服到醫院採檢之後確診 目前接觸的家人採檢結果都是陰性 不過詳細的情形衛生局將在今天說明 才公布新北市家齡沒有新增病例 16號起可以開放餐廳內用 沒想到幾個小時後家齡就破工 新北市衛生局15號晚間緊急證實 有一名確診個案 來自新北市板橋某幼兒園的群聚事件 一名與幼兒園相關已經匡列的個案 在解隔後自主健康管理期間 因為身體不適採檢PCR陽性 衛生局立刻啟動疫調 初步調查該個案自主健康管理期間 均在家中沒有外出 衛生局針對接觸的家人也立刻安排採檢 晚間採檢結果出爐 家人的PCR都是陰性 根據了解這名新增的確診個案 是第一批被匡列的接觸者 13號解隔離後 因為喉嚨不舒服去看醫生 結果PCR採檢陽性確診 不過幼兒園的群聚事件再一天一例 目前已經累積有33例確診 而距離幼兒園首例確診通報時間還未滿14天 為何這名確診者已經解隔離 也有在衛生局進一步說明 同時將擴大匡列任何相關的接觸者 華絮新聞 林憲 彭冠林 台北報導